今天的王牌企劃有點狂 就是我們要比較台灣跟日本的義南有什麼差別 今天狂在哪裡 狂在呢 我們等一下吃完之後 我就要另外去市場了 是 我就要去日本吃日本的 就比較一下台灣跟日本的差別 很久沒有吃了嗎 好像有一陣子耶 至少一年了耶 然後我吃法是會先把這個麵 喔 先喝湯 先喝湯啦 先喝湯 還是那個味道 就是臀骨味啊 超紅玉的 好吃 好吃耶 好的 各位觀眾 我已經拿到我的機票啦 即將前往東京吃道地的義蘭啦 我們現在玩的就是說 我上一口吃義蘭 我下一口還是吃義蘭 對 好 我會努力的 我們都準備出發囉 Let's go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的義蘭 基本上分不太出來的差別 就只有蛋 昨天是剝好的 今天是咬剝殼的 超爆餓 我跟你講我上一口東西 真的就是台灣的義蘭 欸 不一樣耶 真的嗎 真的不一樣 你來吃過台灣的義蘭嗎 我覺得台灣的義蘭的這個湯啊 油好像更多 雜雜的感覺 都不知道算有兩種缺點 可能各有喜好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義蘭的這個油 力的比較乾淨 你看它這邊其實 它的這個湯就是比較 澀一點點 但是喝得出來的差異喔 比較過敏感 對對對 這絕對是最適合吃的一口 好吃喔 難以平分耶 真的都很好吃耶 最後最後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價差到底有沒有呢 大概是差超級多的 經常分享美食開箱 旅遊影片的YT頻道見習網美小吳 近日為了想真實比較出台灣 日本義蘭拉麵的差異 做了一個瘋狂的企劃 就是凌晨才在台灣的分店開箱 隔天下一餐就直接在日本的分店吃 讓不少網友看完後直呼太狂了 真的好敬業 3點13然後還要等一個小時 可能你要4點半才能吃 不行 沒有人講 今天要玩牌的計畫呢有點狂 就是我們要比較台灣跟日本義蘭有什麼差別 我只吃過台灣的 我反而沒吃過日本的 今天狂在哪裡 狂在呢我們等一下吃完之後 我就要另外去吃飯了 是 我就要去日本吃日本的 就比較一下台灣跟日本的差別 真的好刺激 因為很多人會想知道說 到底味道有什麼不一樣 欸那你這樣 你等一下飛的整個過程 你都覺得都不能吃東西 完全 為什麼 你嘴巴要有那個記憶啊 所以我不能吃到其他 對 不能 飛機餐都不能吃 不能 你每次都會飛機餐 你聽一點吧 所以你要我直接先比較 就是我吃完這個 我就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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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日本去 對 你要你把蔥 對 最新的記憶 好的好的 飲料可以把水 水好了飲料我們 我們邊緣 好的 為了讓這個企畫可以順利的完成 你們知道一欄有快速通關嗎 就像今天就非常適合 因為我們前面有100多組 我等到我飛機就跑了 都飛走了 所以現在呢快速通關 快速通關的話 要怎麼使用呢 就是召喚出你的信用卡 召喚你的信用卡 使用超能力 欸我從來沒用過 我之前都自己拍 珊珊去問她說 一個人是三千塊 她好像是兩個位子 兩個人三千 我說那三個人呢 她說哦 四個人也六千 四個人也六千 六千塊不是直接付給她 是可以去換一些 七味粉啊 泡麵啊 他們的周邊 我第一次走虧物通關 走 我們出發吧 OK 開心 這個是這個 好流浪喔 好流浪喔 你要先到這個 不是 我們要先來選商品 好多喔 所以我們要買六千塊是不是 對 兩位三千 三位六千一次 三個那個麵 還是用泡麵醋 喔好好好 泡麵醋 金額不夠 泡麵來醋 好的 謝謝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呢 到了位置上了 所以我台灣跟日本 要吃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我的口味濃淡度呢 就是都採取 基本 嗯 蔥是要油 然後叉燒是油 這個醬子 聽說是一定要吃辣 才夠的味道 其實對 我跟你講 然後麵的硬度 如果我是吃便宜 下面的話 所以這邊配餐 沒有嗎 一樣嗎 應該一樣吧 我覺得應該一樣 我吃五品 所以它其中三百一再加這五品 就再加二二二了耶 要太久了耶 這一餐真的很貴 我們連價格都要比較 對 我夾東西嗎 我夾東西嗎 你看你平常都會吃什麼 你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想再加一份蒜 要吃白飯 你們知道來一盤要吃白飯 真的假的我沒有吃過白飯 最後我們一定要白飯去配這個 湯 這盤是價值222元的 五品精選套餐 Oh my god 怎樣怎樣 四十元 對啊 蒜泥不好做 偏難 四倍辣的 丁丁的麵先來了 這是四倍辣 看起來很好吃耶 對啊 謝謝 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費用是 三百一十元 兩百二十元 四十元以及四十元 加重起來是這些錢囉 你很久沒有吃了嗎 好像有一陣子耶 至少一年的耶 然後我吃法是 會先把這個麵 先喝湯 先喝湯啦 先喝湯 嗯 還是那個味道 這個臀腹味啊 超好浴的 好吃 好吃耶 還是記憶種的味道 我覺得 我以前印象都還好吃耶 嗯 怎麼突然變得比較好吃嗎 好奇怪喔 還是因為這湯比較貴 對可能是吧 我買看花香的牛奶要回掉了 怎麼辦 哇 這次是有一點 這老實講就是很頂標的好吃耶 就有可能差別 麵還是湯 湯 我也覺得是湯 一倍的辣是我的極限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作品 有點藝術的一籃 欸 而且好難吃的感覺喔 會啦 蛋是重點 你看有沒有 你看它的蛋黃超漂亮的 然後我會 一口湯先背著 然後把這蛋吃掉 喔 嗯 很好吃 然後另外一半呢 是一個蛋黃加著麵條 哇你真的很講究耶 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的 就是我自己本身喜歡這樣吃 然後再給我沖 對 對 你看這邊 喔 我等一下也要這樣吃 這個蛋配那個湯 那超好吃 基本比較難吃怎麼辦 可能比較不合我口味 也有可能的 對啦 真的也有可能 你知道我現在幹嘛嗎 火力氣的那個味道 很多人都說 日本的拉麵呢 吃到後面都會把剩下的湯拿來配白湯一起吃 先挖這樣子 泡那個湯 感覺超讚 喔 我的天啊 加這一口 日本的米汁有點偏硬 嗯 外面是有點泡開的感覺 然後裡面還是有那個米杏 很好吃 哇那你再泡久一點 超入味耶 而且它飯蛋吃也很香 嗯 嗯 它剩下白顆蛋 然後咬開這樣 噢 跟你吃得到的都吃法耶 我現在記得了 然後就要從日本 對 東京 雞湯 辣 辣 麵跟肉 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聖坦 然後把湯塑灌 喔 好棒 這位觀眾吃完之後呢 還要拿那個飯 喔好重 超重 欸你買這個鵝龜 而且它走出來也要補好 用起來一百多塊的泡麵 然後四點多了 我等一下就要立馬前往機場去吃 日本的一百元 我剛剛一個人呢吃下的金額 我那一碗就是六百三十二塊 你真的太瘋了 不會喔 但你好飽耶 白湯是六十塊 原本我以為白湯是四十塊 下午的時候到日本之後 我這樣子一樣的套餐 日幣換算我台幣會多少錢呢 好的各位觀眾 我已經拿到我的機票啦 即將前往東京 吃道地的一蘭啦 我現在呢 嘴巴裡面還有一點蒜頭的味道 而且呢 我那個湯頭好像還在喔 那個厚的感覺 還留在你嘴巴 兩小時後我就要起飛 然後再快一點的時候 會到東京 我真的吃到的時候 應該已經下午三點了 所以其實我會整整十二小時 沒有吃東西耶 對你只能喝一下水啊 你剛剛吃很飽 你剛剛吃了麵又吃了飯 你剛剛吃了飯 你剛剛吃很飽耶 我們現在玩了就是說 我上一口只吃一蘭 我下一口還是吃一蘭 對 好我會努力的 我們都準備出發囉 Let's go 現在等級了 然後剛剛就來問我說 飲閉飲料有火龍果汁 什麼 酒跟水 我真的喝水 好的各位觀眾 我到日本啦 現在我在計程車上面 看我旁邊是誰咧 登登 ヨーニーデス 陪我一起吃一蘭 你吃過日本的一蘭嗎 當然有啊 但是我好久好久沒有吃 我也是 欸我是沒吃過日本的一蘭 我只吃過台灣的一蘭 對 所以這次我拍的主題就是來比較一下說 台日的一蘭菜 一到底在哪裡 那你覺得一蘭算好吃的拉拉麵嗎 我喜歡吃一蘭 因為我喜歡吃細麵 我也是 然後不喜歡吃太鹹太濃的湯口 所以我覺得一蘭就是其實 在日本的一蘭口味就很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沒錯沒錯 但是我沒有在台灣吃過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樣 我直接就是比較大事 就是大對決 OKOK 各位觀眾到了 我跟剛才台灣吃 現在就飛來日本吃 誰那麼狂 這是我第一次的日本一蘭 OMG 我們現在這邊要等40分鐘 下午3點多40分鐘 對啊好誇張喔 哇 這邊比較不一樣耶 因為我們在填單子 這邊是直接點嗎 對啊對啊 我就是這個無選 這個 喔真的耶 好便宜喔 好我要吃這個 那我要點一份白飯 蒜頭 我昨天是這樣吃 一模一樣 其實是20分鐘 喔邊邊的位置 請坐 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次我跟昨天點一模一樣的東西 不用是這樣子 喔它但是 要自己撥的 對啊 我發現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了 你知道我們昨天超想喝可樂 我剛剛就想說點可樂 結果 什麼 JAPAN這麼的健康 只有這個 直接美茶 有可樂耶 它有沒有可樂 嗨 嗨 喔 喔 沒錯沒錯 蒜頭蒜頭 喔你點一半兆 太讚了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的伊蘭 基本上分不太出來的差別 就只有蛋 昨天是不好的 今天是咬可可的 老規矩 我就先來喝一口湯 我肚子超爆餓 我跟你講我上一口東西 真的就是台灣的伊蘭 欸 不一樣耶 真的嗎 你來吃過台灣的伊蘭的這個湯嗎 我覺得台灣的伊蘭的這個湯啊 這個油好像更多 雜雜的感覺 這包算優點還是缺點 可能各有喜好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伊蘭的這個油 比較乾淨 你看它這邊其實 它的這個湯就是比較 澀一點點 但是喝得出來的差異喔 比較透明感 對對對 沒錯 可是我其實我也喜歡那種雜雜油油的 因為我這種口味 台灣的味道更濃一點點 啊 好好喝喔 你吃 都吃得出來是伊蘭 伊蘭有一個伊蘭味 伊蘭味 它的電視度很大 對對對 Oh my God 我好像把這個蛋毀了 欸 蛋一樣煮得很好 因為我昨天就大力稱讚台灣的伊蘭 這個蛋黃有夠好吃 這個蛋多都很義熟耶 對不對 然後這樣放過 Oh my God 它真的是有流心的感覺 對 欸這個蛋比台灣厲害 台灣沒有流成這樣子 但是還好吃好吃 好吃 麵是一樣的 好吃 好吃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叉燒 外面還有在磨成一點 鹹鹹的東西 因為 昨天吃台灣的叉燒也是鹹的 蠻鹹的 蒜也要加下去 這個絕對好吃 你知道蛋黃啊 沾麵 送進去嘴巴裡面 有點爽爛 幸福滿點 來囉 這絕對是最奢侈的 一口 好吃喔 難以平分耶 真的都很好吃耶 好難品喔 都很厲害 我沒辦法幫你 因為我沒吃過你 都很好吃 真的 一蘭的那個餅流鼓 知道嗎 好的各位 再示範一次 來這個流心蛋黃 搭配這個麵 然後再搭配一口糖 這樣吃進去 爽度滿點 Oh my God 飯加到裡面去 很讚 我愛 來吃吃看日本的泡飯 日本的米有點甜甜的 那個米心咬下去 就有點淡淡甜甜的感覺 好好吃喔 直接單獨自己 好的各位我們吃完啦 全部全部種植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第一個點就是呢 日本的湯我覺得 比較不油一點 可是濃度厚度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台灣稍微在油一點點 可是也沒有不好喔 就是好吃 日本的蛋太好吃了 他們糖心蛋真的是 強到一個不行 大部分麵那個飯吃 絕配 最後最後就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價差到底有沒有呢 大概是差超級多的 因為我們在台灣吃嘛 大家有看到是623塊 我們剛剛那樣吃換算成台幣 413 你知道那幾則嗎 你猜 7則左右 6 6則 哇 一模一樣的東西囉 6 6則 CP值高 好吃 然後基本上沒有什麼雷 我終於可以吃其他東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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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